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科技部陈组长还有李教授举办周日阅读科学的讲座 让我们在象牙塔里面也有机会跟社会沟通 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做这一种比较科普的谈论 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做的研究 除了科学上的意义 在我们对于生物学上或社会上它的意义 所以我讲这个皮毛之道 这一张是我最喜欢的图片 大家可以在这个图片上看到这个环茂的生物的各种种类 那它们的皮毛都非常的不一样 那你也可以想象说 它们的这个所谓体表它的用途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最基本的就是说它的保护作用 然后呢 例如说如果是我们在陆地上的生物的话 它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水 防水 那事实上呢 有很多皮肤科的疾病 它事实上就是这个防水的这个基因突变掉了 所以皮肤很容易会痒 这些问题会出现 那另外呢 皮肤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作为一个sensor 我们要去reach out 要touch这个周围的环境 那同时呢 我们的这些那个体表 也应该要能够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天气冷 天气热 或者是你烫到了都会晓得 那这个体表 这个器官呢 在一些动物里面也作为这个武器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要有什么爪牙 然后另外也是说它能够用来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 你看这个豹的斑纹 或者是这些鸟的鲜艳的颜色 它有时候是希望被人家看到吸引别人 有时候是希望不要被人家看到 不要被追杀 那有时候体表又演化出运动的功能 例如我今天用的鸟的模式 或者是甚至一些蛇 或者是那个蝙蝠 或者是灰鼠 它都可以把这个皮肤变成一个运动的器官 那在这些之外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它的体表器官必须要有很强的再生功能 要有很强的再生功能 它才能够保护它自己 因为你可以想象它不像说人类说你刚刚我提到的 要漂亮你可以去百货公司买衣服 没有的 或者是生病有伤口你可以去找医生 没有的 它必须要靠它自己再生 所以就是这些原因我们就用体表的器官作为我们研究的模式 那事实上一个很出名的模式就是说这个龙眼 大家晓得这个龙眼断掉手 它能够有本事再长出来 那小时候看你们有没有去切过蜥蜴的尾巴 我是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那个蜥蜴的尾巴真的就在长出来了 那可是我们是希望用这些体表的器官来做研究 总是比切掉一只手容易一点 所以我的实验是主要的几个模式就是体表器官的再生 例如头发的再生 羽毛的再生 还有鳄鱼 其实它的牙齿可以再生 大家晓得说你的牙齿 我们牙齿就是小时候 乳牙长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生了 但是鳄鱼它可以 它可以源源不绝的再生 它佛50岁 它再生54 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是希望从来了解这些生物如何再生 从这边来了解这个再生的原则 然后再把这些再生的原则道理应用回再生医学 这是我们所谓研究的一个基本的idea 刚刚讲的是再生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 是所谓生理性的再生 就是说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我也喜欢到处旅行 所以跟我们家里太太家人都有到过 这个达尔文这个演化的圣地 叫它Pakos Island 所以你看到这种鸟 这种鸟叫做Frigate Bird 它的baby也是差不多一公尺高 adult也是一公尺高 可是它小时候是这个样子 长大了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不是说真的研究它的话 你真的以为它是两个品种 其实它是同一个物种的不同年纪 那它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回到说我刚刚提到的皮肤的功能 因为它皮肤的基本功能要能够保温 要能够飞翔 要能够看的communicate 能够看的漂亮 所以它要生存的结果 它就是keep on 适应它的环境 always要所谓optimize 在工程上说 你要把你自己的体表变得非常 达到最好的最高的效能 所以它的处理的方式就是 它在不同的年纪长出不同的羽毛 所以这个其实是同一个干细胞 同一群干细胞 它就是有本事 小时候保温为主 长大了长出翅膀 然后要长出这个漂亮的气囊 上面也有羽毛来吸引异性 同样的北极的狐狸 在冬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我们去的时候当然是夏天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是不是同一种狐狸呢 你可以看到 你注意看的话 就会找到一只正在脱毛 脱到一半的狐狸 所以大家说狐狸狡猾 它有本事可以变装 就是因为它同一个毛狼 在冬天的时候长出白毛 让人家看不到它 在夏天的时候 它就不要那么厚的毛 它就长出咖啡色的毛发 所以这些现象其实在人类也都有 大家在我们这个男孩子 在年轻的时候是baby 但是到了teenage 青春期的时候 就会长出 长出狐子 会长出这些毛发出来 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这些又开始有这个雄性突的问题 所以其实人类在不同的年纪 事实上也有这些毛发的变化 只是说我们现在因为靠了花明的衣服 对于毛发的需要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这一些现象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其实都还是有这些变化 但是这些东西在老鼠来讲 就比较没那么明显 大家如果说这边有做过研究的 晓得说实验室的老鼠是一个很普遍的model 主要是因为它的遗传 但是它其实公的母的看起来差不多 因为它主要是用纹的 不是用看的 所以这个地方鸟类就很特别 小鸡是这个样子 长大的公鸡母鸡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说 我们希望了解这个毛发在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季节的变化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用这个鸡来做 为一个研究的模式 所以我今天的介绍 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就是 第一就是介绍我刚刚讲的这种毛发的基本的变化 然后我等一下稍微两三章时代的介绍那个干细胞的基本的概念 然后在接下来我就要介绍这个毛发 主要是老鼠的毛发怎么样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然后在接下来我们来提一下 这个是比较生理性的再生 那接下来这个是干细胞跟伤口性的再生 就是受伤以后它的再生 然后最后我们来提到说这个羽毛怎么样作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帮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皮毛之道 这边如果说生物的当然大概很清楚 但是给各位一般有一些社会大众了解的话 就是说精子卵子结合以后作为一个受精卵 它就是变成所谓ES 就是胚胎干细胞 embryonic stem cell 胚胎干细胞它会分成三个胚层 外胚层中胚层内胚层 它各自分化 就是一路会development 然后就会在三个人类的话 在三个月之内就会长成一个fetus 就是一个小的胚胎 所以这中间就是由碱而环 你会带细胞一路分化过来 然后长成这个复杂的组织 那当然你整个胚胎会非常的复杂 我只单单用皮肤来做代表就好 皮肤长出来的时候起先只有表皮跟生皮 好像很简单 只有两个component 但是很快的 它会进入另外一个情况 叫做 听得好吧 有问题吗 没有 那个会长成这个 一的是要长毛髮或者是长羽毛 这个有经过一个process 叫做turing pattern 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讲 但是要问的话 我们可以讨论 它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毛髮 像一个人或一只鸟 它一般来讲平均有三万根毛髮的 然后再来每一根毛髮 就是无中生有长出这个毛髮 那这个毛髮 大家晓得皮肤后来是相当的复杂 其实这个毛髮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 一个基本的单位 它会进入另外一个现象 叫做adaptive patterning adaptive patterning就是说 以这个第一回合的毛髮 位置做单位 然后你其他的东西再一路组装 例如说接下去你要组装 血管是最重要的 不然的话 它就没办法继续成长 然后接下来的话 神经也要去接上去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脂肪组织也要接上去 肌肉也要接上去 所以它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assembly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跟大家介绍这个 就是说这里是花育的过程 但是到了最后 我们要伤口再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能够重新建立这个过程 目前的伤口再生呢 虽然医生很努力 但是目前那些不幸烧伤的病人 事实上只能够恢复到这个地步 他们是把他的皮肤基本的有 但是他的很多功能都没有 但是至少生命是保住了 但是我们的希望在未来就能够继续进一步 让我们的皮肤再生能够完整的再生 所以基本的干细胞观念就是说 他刚刚讲的是一路分化下来 但是你如果要有干细胞的话 你就必须要让他一路回去 所以这个一个是分化的过程 一个是去分化的过程 那这个去分化的过程 就是Yamalaga先生找出这几个factor出来 让这个环复的细胞 已经有很多epigenetic的mechanism 他把它变成一个干细胞 所以这个叫做induced pluripotential stem cell 因为这个成就 他也荣获诺贝尔奖 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的 我们现在科学界里面谈的干细胞 一个就是胚胎干细胞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induced干细胞 然后另外我们就会去拿所谓的adult stem cell 现在大家有时候有一些人跟你提说 要打这个mesenchyma stem cell edipose tissue derived stem cell 这些都是adult stem cell 另外还有的就是说 住在一些器官里面的stem cell 住在那边residential stem cell 像头发里面有皮肤里面有 还有你的momento 你的骨髓里面有 他们就是造血细胞的干细胞 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肠道也有 肠道也有这些干细胞 所以这些细胞共同 让我们能够生生不息 所以这个是干细胞方面的基本的概念 分化让它变成复杂 但是有一些细胞 它就留在那边准备做各种不时之需 那如果说人类又把它induce回去 就得到了这个所谓ips induce pluripotential stem cell 好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讲到说这种观念的话 其实大家跟我一样 小时候也看西游记 其实我们这个西游记里面 也已经有这样的想象 大家记得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遍 他急的时候 就是拔起一根毛髮吹一口气 他每一根毛髮就变成一个小孙悟空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 基本上那个时候的人 他的梦想已经有这个干细胞的概念 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晓得说 这一口气要怎么样吹 这一口气怎么吹 就是我们现在在大家在研究的干细胞学 OK 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来介绍说 毛髮的干细胞 是怎么样去受到身体的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是研究这个体表器官能够生生不息 我们用它来做模式 头发 头发 哺乳类的头发 鸟类的羽毛 还有鳄鱼的牙齿 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虽然这三种器官都有这个特别的能力 能够生生不息的循环 但是在演化上 他们事实上是个别演化出来的 他们叫做convergent evolution 就是因为有一个毛狼 里面藏了一个干细胞 有这么大的好处 所以生物在不同的时间 你这个毛髮差不多两亿年前 羽毛差不多一亿五千万年前 还有这个二亿牙齿是更少 这个两三亿年前就有了 它就是演化出这样的一个模式 都是说有一个干细胞在里面 但是它有一个成长期 它有一个休止期 然后成长休止 成长休止 如果你的成长期越长的话 你的那根毛髮就越来越长 如果那个地方的毛髮 休止期太长的话 那个地方的毛髮看起来就很短 所以我们很多男性 有这个雄性秃的问题 雄性秃的问题 其实也不要难过 不会变呆 因为你看达尔文先生是非常聪明的 他很严重的雄性秃 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雄性秃 他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local地方的毛髮 他的反应不一样 他在这个地方同样是雄性荷尔文 但是他对于头部的毛髮 他会压制他 这里他会刺激他 所以结果这里的生长期很长 就越来越长 这里的生长期很短 就毛髮越来越短 大家晓得雄性秃 现在并没有非常理想的治疗方法 那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是意志雄性荷尔文 有时候要一根一根去transplant 这个就还没有解决 现在来讲说科学方面 我们那时候有一些科学家 其实包括我们我的前辈 孙童天院士 他那时候就是开始第一个做这个毛髮干细胞的人 他叫做Hair Balch 事实上是他的lab开始的 但是后来他的学生一位叫Costarellis 现在是U-Pen的皮肤科主任 还有Elaine Hughes 在洛克菲特 University 他们又进一步的把这个一根毛髮 一根毛髮的再生做得相当的彻底 相当的彻底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跟我当时的学生Prikus 就说我们来找另外一个不同的切入点 我们不去看一根毛髮的再生 我们要去看一个population的再生 整个population 大家晓得你研究一个人 像我们现在即使说你说生病 你看一个人的生病 这是一件事情 这是你医生要看的 但是你如果是看一个社会的流行病 你这个就变成是公共卫生的问题 他事实上involve的个性 parameter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去注意开始研究 研究他这个所谓population怎么样在生 这个Prikus先生观察力非常好 我们就找到了说 事实上皮肤毛狼跟他的脂肪层会interact 然后他又很认真又看到说 观察到说怀孕的老鼠事实上毛髮都停止生长 大家看这个 你说那我看老鼠从来没看过这样 这个其实是他发明的方法 就是用那个离法师的shaber去离法 所以老鼠没有受伤 只是把他离法掉 但是他如果在生长期看起来就是黑色的 在停止期看起来就是混红色的 结果他就发现到说 混红毛髮 在怀孕的时候其实是停止生长的 这个就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说到说 他这个毛髮的成长除了受到毛狼干细胞的影响 还受到身体的荷尔蒙的环境的影响 那推而广之 陈世强那个时候 那个杨明台北龙总大王那边做研究 就开始做这个环境方面对他的影响 他还甚至把这个老的老鼠的毛髮 种到年轻的老鼠身上去 结果事实上可以让那些毛髮还老还童 就是表示说干细胞其实还在那边 比较缺陷的是环境 要给他一个适当的影响 所以刚刚提到 Aedipose tissue aging都会影响 那陈世强又进一步的做了 跟immune的signal也有影响 这个就是他用那个 因为他帮那个病人拔过毛 所以他可以帮他拔毛做一点刺激 但是这些刺激如果是拔的正好 他共同聚集起来 就会activate immune signal 这个有兴趣的人 你要问的话我可以再多讲 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他那时候拔了两百根头发 可以让一千根头发全部都长起来 这是非常exciting的 我们那个时候跟阿瑟连德 是一个system biologist 我们就一起合作 把他用这个quorum sensing 这种观念来了解 那我稍微提一下阿瑟连德 因为他跟台湾很友好 一个特点是因为他很喜欢吃台湾的东西 然后还有他的女儿也喜欢学中文 所以他每一年夏天其实有到台湾 台大的还有那个什么其他几个学校 其实大概也有一点印象 所以我提一下 因为他跟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关系 他在UC Urban也开这个system biology center的课 我也有帮台湾的人介绍 那这个地方我稍微再介绍一下 另外一位习雅杰教授的工作 我想希望提这个不是我的lab 但是他自己做的也很好 我提一下 因为现在的年轻的学生 好像有的都很怕说不太敢 说现在越来越困难 不太敢出来到外面闯天下 其实西亚杰也是台湾长大 他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到中研院做研究 还到孙乙汉lab去做过 后来他就出来Vader念PhD 又到Fuse Lab做Postal 然后做得不错 就有机会到哈佛University去 他就很认真做 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敢挑困难的工作去做 然后去做的时候也笑咪咪的 所以他去了 虽然我晓得他跟我提过压力也很大 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去set up他的system 结果这几年2020到2021 几篇paper都在Nature Science 中间这一篇也跟林宋兰有合作 他基本上他研究的题目是说 压力怎么样对毛髮会造成影响 我们大家都晓得说压力会让你白头发 事实上他演讲的时候也很会讲 他喜欢用五指吸一页白头做解释 压力会让我们头发变白 然后毛髮会掉 但是他的长处是他用tronic mouse 就真正的去做tronic mouse tissue specific把一条passway切掉 或者是把肾上线切掉 所以他能够让这一种说 大家想大概都听说过的问题 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去做 这个就有被appreciate 所以最近有几篇好的文章 从他的lab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年轻人也能够用这个做榜样 不是说我们以前出来比较容易 现在比较困难 其实他这个算是年轻一代也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把这一段总结一下 我那时候跟陈医师也写了review 基本上就是说毛髮的干细胞 受到他旁边的dermopapilla的影响 但是又受到脂肪组织的影响 又受到immunsystem 还有他的sex homo 我们刚刚讲穷性突兀 或者是年纪大的 或者是神经的关系 甚至外面的日夜的周期 还有那个季节的周期 其实都会影响的 所以这些干细胞 他事实上都在聆听的外界的信息 来适应 让他自己做出最好的反应 像刚刚提到 动物 因为人还是不太一样 他别人的穿衣服怎么样 你还是会春天要买漂亮的春天衣服 冬天性买冬衣 可是这些动物的话 他事实上对他是很serious的 他春天到的时候要换上漂亮的毛髮或羽毛 冬天到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夏天的脱掉 换上那个冬天的温暖的羽毛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奥妙 我们要是说能够了解这些控制的机转 也许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道理来调控干细胞 我想就是让大家也晓得说 这个现象并不是只有限于皮毛的干细胞 事实上这个影响在造血细胞 造血细胞还有vomelo的niche 甚至肝脏细胞 他们别的也都有做研究 这些干细胞 事实上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只是说你比较不容易看到 内脏的细胞你就不容易去看它 你毛髮的细胞 因为它变长变短 你比较容易去看到它 那hematopoietic stem cell 他们真的做研究 他们事实上是拿那些要donate 要捐血的人 他就故意在他一天不同的时间 24小时不同的时间去抽他的血 然后去抽出血来 就可以去量他造血的干细胞 结果发现人类其实他release 这一些干细胞比较多的时候 是在晚上 所以他们说真的serious的话 你要他捐血 事实上是请他晚上来比较好 事实上他们也有人把这个拿去做老鼠 你认为老鼠会在什么时候比较多 造血干细胞 老鼠事实上是白天比较多 因为他是晚上睡觉 人类事实上是晚上比较多 因为人类是晚上在睡觉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了解说 我们的干细胞随时在跟大自然沟通 那我们下来再来看伤口引起的干细胞 我刚刚就提到说 现在的病人烧伤的话 皮肤科医师会帮他执皮 目前用的方法大概是这样 但是最后执出来的皮其实是这样 epidermis表皮在这里 真皮在这里 但是他很多所谓的这些skin appendages 皮肤的建构都没有了 都丢掉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修补 并不是一个再生 修补跟再生 基本上就是说 好比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一个病人不幸 手断掉了 他就是一个stump 这个是修补 如果有本事让他长出一根手来 那个才是再生 但是那个实在是比较困难 你龙眼做得到 人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我也不晓得 这个大家年轻的学者 那个学者有兴趣 可以用那个做将来的目标 但是皮肤方面 我们稍微比较有一点概念 所以我们有在做 就是希望将来能够长出 这样的皮肤出来 这个我们lab 还有我们这里的我们应该是说 整个我们的fear 我们的不只是我的lab 有在继续努力 一种方向就是说 我们transplantation 就是目前在用的纸皮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只是说 我们要能够做更好 希望能够做出 reconstituted skin 你要做出reconstituted skin 你要从哪边去拿呢 你要从哪边去拿 一种就是说从刚刚提到的 adult stem cell 还有一种就是拿embryotic stem cell 然后现在大家就是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个organoid 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说跟大自然学习 就我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动物 他再生能力本是很大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去了解说 他怎么样有那些能力 然后到时候就去manipulate那个部分 然后让他能够这样的皮肤也能够这样长得这么好 那这样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当然是科学家的的梦想或fine whatever 但是大家在努力的过程中间 就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家提一下 病人有比较可怜的小孩子泡泡龙 他们说台湾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跟陈大爷有一些合作 我们有一个伤口在身中心 那汤明哲 汤明哲老师他也常常在跟我提这些病人 他也帮他们开那个会 开那个筹款会什么的 那前几年那个巴黎那个烧伤病人 这个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像这一种巨大的伤口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所以在美国这种所谓泡泡龙的病人 大家也是努力在找各种各样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我稍微提一下 因为我们USC的皮肤科 Dr. Woodley 还有Dr. May Chen 前一阵子有发展书说 就直接把抗拉金 有一种泡泡龙的病人是缺少抗拉金7 他们就把抗拉金7就给 他们不是给病人 他那个是给老鼠 老鼠的那个疾病的model 还真的就好了 不过我晓得他们现在还在做clinical trial 然后前几年导师意大利的Dr. De Luca 他们是拿adult skin的stem cell 去把它培植 培植了以后再送到病人身上去 然后这个红的地方是有病变 白粉红色的地方 这个蛋黄色的地方是正常的 结果这个病人真的就给他们说 much much better 一个七岁的病人 治疗非常理想 他们是说这种健康的干细胞 种到病人身上去 长得会比有疾病的干细胞长得更好 而且他们那些正常的干细胞 然后事实上是拿这个病人的干细胞 然后加上基因修补 大家晓得现在基因修补 他这一篇paper还只是用Vector 带一个基因进去 但是现在大家也听说到 所谓CRISPR这个technology 做基因修补很容易 所以比较容易 所以希望将来这个会有很大的进展 然后另外三伙还有Columbia 我们一些同事也在用embryonic stem cell 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所以大家都在努力往这些方向前进 我们自己的实验室 也是希望说能够做出所谓 reconstituted skin 基本上就是拿一个表皮绿色的 或者是真皮红色的 你把它混在一起 希望它能够长出正常的 skin 但是因为目前拿adult的cell 长出来就是表皮跟真皮 都没有skin appendage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这中间 给它一些什么样的factor 然后让它不但是形成一层薄皮 它还能够形成真正的reconstituted skin 这个我们是有做到说用老鼠的skin去做 雷明星起先在我lab 后来也在中国医药做一阵子 有做一个很好的工作 就是说表皮真皮 它能够让它形成相当好的skin 种到老鼠的身上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是长得很好 而且这个是用adult成人的老鼠 怎么样 有什么要讲什么 这个是成人老鼠的skin 然后它把它加上一些factor以后 就让它能够长出这么多的毛发出来 这个是adult的cell 所以这个因为这种来源比较容易拿到 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很了不起 我这个地方就跟各位也是介绍 这个是别人的工作 但是skin的organoid从老鼠 我们那个时候 事实上也有想着要从human去做 但是实在是不容易 但是这位Dr. Keller先生 真的有本事 他把human的skin iPS和ESL 把它变成一个skin的organoid 还做得非常好 所以像你这个 他就登到Nature去 而且他本来事实上是在Indiana University 做出这个工作 也马上被请到哈佛大学去了 所以这个算是科学上的进展 但是大家都很高兴 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但是这个 那个什么 人类的实在是不容易做 你看到很大的耐心 像他这个 我们老鼠他把也就是差不多两三个礼拜 他这个你看 他最后要Culture 140天 然后等到140天 你想想看 这是5个月 5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工作 但是也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这种所谓Organoid的观念 也不限于skin 最近大家很多工作 也都把它做到Organoid 像Claver先生在荷兰做得很好 他们的group起先是做胃肠道 后来就做到Kidney 又做到Sweet Grand 另外有一些group也做到Brain的Organoid 这个Claver先生他在胃肠道 他也开始做一种Clinical Trial 也很有意思 他最后做出来的Organoid 一粒一粒是小小的 他们就Clinical Trial 把他送到病人胃溃疡的地方 就把他Spread Out 后来这个还居然能够真的会改善 所以干细胞方面 最近比较exciting的进步 就是说因为以前干细胞给病人 你不晓得干细胞到哪里去了 有时候就消失了 好像病人有改善 但是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他怕他又变成Cancer 怕他又躲起来 现在大家开始说 想办法把它做成一个Organoid 再把它种到病人身上去 他目前正是这一方面比较新的进展 然后另外大家想到说 是不是能够Activate 他内在性的功能 所以我们这个Feel的大家就有做出说 老鼠事实上开一个大的伤口 他能够长出很多新的毛发出来 后来又找到一个叫做Spiny Mouse 很有意思 这个Spiny Mouse 其实是本来在非洲成长的 但是他被切这么大的伤口 你看三分之一的皮肤都不见了 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 他全部长回来了 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野狼把他抓住他 他就说那这块皮肤给你吃 他就再见了 他跑掉 可是他有本事 三天就长回来 一个月就全部互燃 我们现在也在实验室 弄这些老鼠 他的确你看 他切了一个大的伤口 他皮肤毛发成长力 大大的Robot 就是更强的成长力 所以我们也做了几篇这一方面的工作 就正在找说他是什么样的 不同的epigenetic mechanism 让他能够有这么强的再生能力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clue 这个地方提到这个Hans 韩逸航 韩逸航 fellow 他事实上就是我跟台湾合作 他是陈大宋来研究的 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篇paper在National Communication 也快要出来了 就是找这个东西的外在性 内在性的因素 所以这是我们这方面研究的 所以我最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羽毛方面的工作 大家晓得以前在教科书上念过十足鸟 这个灰鸟灰龙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在过去二十几年中间 在中国发现一连串的有羽毛的恐龙 很多是徐欣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带头 他们起先找到中华龙鸟 你看他这个他们那时候就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羽毛 其实他不像今天的羽毛那么完整 但是他是一种Protophator 就是他有羽毛的原型 但是他后来要一路变得更复杂 这个更复杂的过程 我们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中间就有做出一些来 所以后来他们又在内蒙古找到这个围鱼鸟 这个是不能灰 但是你看得出来 他身上各个部分的羽毛就不一样 后来又找到这种四翼恐龙 脚上其实是羽毛不是铃片 他是用滑翔的 所以他这个工作又加上一些骨骼的工作 代谢的工作 体型大小的工作 还有我的lab是贡献皮肤 就是这些羽毛的演化 在2014年 我们这个工作被science选做 是当年的breakthrough之一 我们的贡献比较specifically在羽毛方面 就是说你要先形成很多毛狼 长出羽毛 长出毛狼出来 然后再来可以变成胡色对称的羽毛 再变成两侧对称的羽毛 再变成两侧不对称的羽毛 所以徐欣的工作就在各种各样 像这个是暴龙 还有这个就是什么暴软 他们会找到他们有不同种的羽毛的形式 但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就有找到各种各样的分层 可以帮助这些过程 形成毛狼 形成干细胞 形成胡色对称 两色对称 形成羽片 然后最近他的一个fellow 叫王挫 到我实验室还带来一些 包包在琥珀中的羽毛 这些琥珀其实是从缅甸跟云南交界的地方 是99个million years ago 差不多就是一亿年前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已经有这种像羽毛的东西 但是他这种构造 其实跟现代的羽毛不一样 我就暂时不进一步解释 但是讨论的时候喜欢问的可以问 我们是比较用现在的鸟类来做研究 所以我们就继续去研究 现在的鸟类我们动得到的 虽然说考古恐龙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inspiration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研究现在的 所以我们2019就是跟中国医药大学 研究合作 这一篇工作 用台湾蓝雀 是台湾的果鸟 作为一个标封面 你看这一只蓝雀 它身上到处的羽毛不一样 辉羽 微羽 还有身上是荣羽 但它怎么有本事 同一个基因 DNA都是一样的 它到底是怎么样能够 在各个地方建构出不同的羽毛 而且我们自己 我的实验室有做出来就是说 如果我把他的毛囊交换的话 他长出来的羽毛 会根据毛狼的来源来长 就是说 他的干细胞是可塑性很大 他会瘦到他我刚刚提到的 瘦到他旁边的环境 或者是性别的环境 影响他长出什么样的羽毛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研究题材 也是我们用来研究所谓 regional difference 所以羽毛很基本的构造 就是有一根主轴 然后有一根次轴 然后再来有一根最小的小 羽小枝 羽小枝勾在一起的话 像你的那个Velko 你那个叫做什么万能贴 万能贴勾在一起 它就会形成羽片 如果没有勾在一起 它就是毛茸茸的 就是会保温用的 那这个工作呢 大家顺便看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个 就是各种鸟 它挥的方法又不一样 雀鸟一种挥法 水鸭一种挥法 蜂鸟一种挥法 那契鹅一种挥法 我们契鹅在水里的话 也是一种流体力学 那事实上契鹅是可以挥的 它可以从南极可以挥到南美洲 可以挥到南美洲 所以它在挥 你看出它不同的挥法 就表示出它受力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受力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所以像G这个是很crumbly 挥的很笨手 所以它的羽毛事实上受力很大 但是到了麻雀、雀鸟、蚊鸟 它事实上是很高明的挥法 它就事实上很轻松 这个就是根据软文韬 他的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识 就有提到说 这种构造会对它有好处 那老鹰 大家晓得老鹰事实上是盘旋的 它是用滑翔的 所以它的构造又不一样 它需要这个洞 才会让它的羽毛不会twist 但是像这个鸵鸟 或者是孔雀 或者是鸡 它就需要很笨重的 比较笨重的方法 来支持它的羽毛的主軸 所以我那时候跟阮文韬 他带的这个 我事实上我要提的是说 刚刚我们实验室出了一些 Nature Science的文章 像刚刚我有提到那个谁 那个陈志强或林宋兰医师 他那个是到我那边的实验室做 就是说他们也很了不起 能够把做出很好的文章 但是这篇文章我要提的是说 是在中国医药主作的 我跟阮文韬是共同通讯作者 他代表他带领中国医药的团队 我们当然有一些 每个礼拜有在开视讯会议 共同做出一个很interesting的文章出来 所以你看那个主轴 你本来以为说 这些鸟的羽毛的轴都是一样的 我们本来是这样以为 坦白说 像你说骨头都是一样 真的他真的去研究的话 发现都不一样 他architecture constantly changing 随时都在改变 就像说你要盖动101大楼 又要让他能够摇摆 所以你要做出很特别的构造 所以这边他就是做出这些东西 事实上也对他的 对不起 有一点的回应 对他的人少 像现在大家说那个trone 造飞机那个trone 他也有在试着去做这一方面 你们那边会记住到那个回应吗 会 会 不会喔 OK不然就大家 别人暂时把speaker都关掉 现在只有我的speaker 我这边为什么会听到一点回应 那没关系 我们这个大概差不多是这样 另外就是羽毛的构造 一个是主軸 一个就是羽片 那羽片的构造 我的实验室就有做出一连串的工作 事实上也是四五边工作 就是说 让他从两色对称变成胡色对称 或者让他 这个张伟玲 他就有本事说 这种contour failure 这边是羽片 这边是毛茸茸 你看这个鸟很聪明 你要去嗨点 你要去登山的时候 你也是里面穿一件毛衣 外面穿一件夹克 外面穿一件夹克 他这个羽毛构造就是这样 夹克里面就是毛茸茸的背心 张伟玲能够控制他的分子 所以让他变成只有毛茸茸的背心 或者只有外面的夹克 然后另外我们也加别的分子 也可以让主的主干能够分 变成分出很多像胡色对称一样 所以这个羽片的构造演化 其实也是一路越来越复杂 像刚刚提到的说中华龙鸟 大概只有这种羽毛而已 他没有这种羽毛 但是到了围鱼鸟 他就有这种羽片 但是你要变成今天的老鹰 或今天的蓝雀 你就要有这么多过程 要能够控制好 这个都非常有意思 OK 我们现在再提一下说 这个是说他的所谓morphology 另外一个就是说 盖黄石不能够偷工减料 你这个羽毛在做的时候 他需要他的所谓building material 就是盖黄石的构造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那时候就都找到这个鸡 叫做frizo chicken 我听说台湾叫做蜂莱鸡 就是说他看起来像一个凤梨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根羽毛都站不起来 他为什么每一根羽毛站不起来 我的实验室就去做这种研究 发现刚刚讲的那个羽毛的主干 应该有一个cortex 有一个médula 他的médula不行 他是有一个cortex médula那个基因突变了 变成这么小 所以他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要找这个基因 可是我们又不是说 那个cloning那么会 那个时候就刚好跟这个中研院的 李文雄院士 还有他那时候的fellow 王生祥 现在王生祥已经到清华大学去了 我们就共同研究 把这个基因找出来 就是一个kilatin75的mutation 但是我们做研究 也常常就是顺着一个crew继续去找 可是我们那时候找的结果 就发现说 他不只是一个基因 他有整个基因的cluster 在蓝色体25 有五群基因的cluster 27又有很多的基因的cluster 然后这些基因的cluster 在27 他还会做crotin looping 来制造很多种的 不同种类的建筑材料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因为这样的looping 他等于是提供 最柔软的羽毛 你可以拿这个天鹅龙 去做你的睡觉的枕头 或者你睡觉的棉被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做成 最坚硬的羽毛 有一些老鹰 他可以飞到2000公尺那么高 都是靠着这个kilatin 这个建筑材料的变化 所以这个工作最近是梁亚生 梁亚生也是我有一次到台大中研院演讲 他就很有兴趣 然后从中兴大学 PhD 毕业到我那边做postdoc 现在是我那边的大将 这个工作也做得很热闹 然后羽毛还有一个就是颜色 颜色就是说 你看这个是金字银字 这个金字这么漂亮 它的颜色基本上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说我们把它叫做across the body 就是头部身上尾部不一样的颜色 第二个我们叫做micropattern 就是一根羽毛里面不同的形式 他会有这个原点 或者是长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出来 林宋兰其实是皮乌格医师 那个时候季秀华医师介绍他到我的lab 他也就take upon this topic 他事实上是第一个 把羽毛的干细胞找出来 还研究他的行为 所以那篇文章后来也登在science 羽毛的颜色其实是非常多的变化 非常多的变化 基本上一种是所谓pigment的color 就是像minanocyte的stem cell 另外一种是化学的色素 还有他有另外一套系统 叫做结构性的颜色structural color structural color人类大概没有 chemical color也没有 这个地方因缘际会 我们跟三活的一个group就合作 找出这个叫做 台湾说叫做什么虎皮鹦鹉 叫做bargeri 这个bargeri你去pap store看都看得到 很常见的 有白色的 有蓝色的 有黄色的 有绿色的 这个是头部白身上蓝 头部黄身上绿 有的是整支白 整支蓝 整支黄 整支绿 但是他这个颜色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第一点 他原来是白色跟蓝色 靠的是structural color 他是minanocyte排列的时候 排出一个规矩出来 所以光线在折射的时候 就会折射出蓝色的光 或在从另外一个角度会折射出绿色的光 这个也就是说绿头鸭 为什么你这个角度看过去是蓝的 这个角度看过去是绿的 其实就是一个折射的学问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进一步 也用这个来研究说孔雀的折射性羽毛 是怎么样在形成的 这个物理基础 其实大家大概有找到一些 但是他的发育的过程基础 大家都还不晓得 但是这个Budger里这种鸟 他的特点是 他有另外一套系统 是色素细胞 就是叫做Cytophlebin 他要靠的是一个enzyme 他没有这个enzyme的时候 他就做 他没有这个enzyme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黄色 他做得出这个enzyme的时候 他就是黄色 所以你看他的四个颜色 就是这样配出来的 如果说没有structural color 他有这个色素 他就是黄色 如果他有这个structural color 他又有黄色 他配出来就是绿色 所以像大家做出这样的工作 事实上都觉得很奥妙 他那一期sell 还说他这个是textbook的material 我们做出这样的工作 大家都是一种multidiscipline的合作 都很高兴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 那羽毛鸟 他做那么漂亮 这样到底是要干什么 他很多情况下 他事实上是要吸引异性 所以用文鸟做例子来讲 这两个大家互相看得很对眼 这个到底是他在看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这个都会让他觉得很满意或很不满意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就是提到说 sexual dimorphism 你要有一个visual的perception 然后你的脑袋里面要进行一些工作 然后他决定要以身相许 就是mating choice 然后就会形成他一个species 所以这样的工作呢 我们也很谢谢科技部的农门计划支持 所以张方佳现在也是台大的动物什么什么生命系的院长 那唐品琦老师是在那个中兴大学 还有那时候两位fellow 一个是林济伟 一个是神达沁眼科医师 我们就共同做这样的题目 然后最近也开始研究这个 他鸟类brain是怎么样来做这个cognition 这其实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是要研究人类 哺乳类的鸟类 但是这个鸟类的头脑事实上大家也非常有兴趣 事实上2020年像我刚刚讲的科学science 每一年会选十大题目 今年第一大题目当然是COVID 其他九个题目中间的一个就是 the birds are smarter than you thought 就是因为今年大家对鸟的brain的研究有一些进展 我这个就是最后差不多要结束了 就是提说我跟台湾合作 我们也尽量研究台湾有特点的题目 这个就是台湾西海岸是白头翁 东海岸是乌头翁 在中央山漠的南边靠肯村那边是杂头翁 叫做hybrid zone 所以这个我有机会跟余洪燦老师教授认识 我们做这个题目也做了好久 但是非常有意思 姚振德在台湾那个叫做什么高山鸟类保护中心 他帮堂有在收集 然后唐老师、张老师也都有在研究 所以这个题目事实上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他因为余洪燦老师有研究台湾科学历史 他还有这些白头翁、乌头翁 以前他说是刘晓卢在中研研究的 但是他们还有这个population的distribution 然后这个等于是说一个新的物种在运化中 一个新的物种在他的怀孕期 然后我们还要看说白头翁会找白头翁 还是找无头翁 这个就是说是教义的还是天生的 那基本上根据余洪燦老师讲的 三分之二的情况他会选他自己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summary 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些 就是希望能够了解这个皮毛 构臭的一个基本的organization principle 这个是一个幻想的动物 里面也是胃、肠、小肠、大肠、肝 也是要不同的area 但是外面你要形成毛发 salubri gland 事实上memory gland 鲁线、Vik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他的原则就是 第一他能够化繁为环 他变成很多个单位 变成很多个单位 你就不会太过分的受到控制 你有三万根毛发 你这三万根毛发 用每一根毛发都有他自己的干细胞 能够生生不息 一直再生 那你再生的时候 不但换新的衣服 你又可以根据当时他的生理情况 当时他的季节情况 你会去做diversification 受伤的时候又要能够regenerate 然后日积业蕾以后就有这个evolution的新的结果就会出来了 所以不只是鸟 其实人也是一样 人的演化 事实上当然人的演化最伟大的是脑袋 这个就 但是我们讲皮毛的话 皮毛方面的演化 两个最大的成就 Essential的 一个就是脸的演化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猴子 脸事实上是很小的 那这个病人很可怜 他满脸都是毛 可是我看过他的interview 他IQ一点都不差 所以他的问题是 脸部应该不长毛髮 他那个基因他丢掉了 所以他脸上也长毛髮 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跟人互相对应 不是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养猫狗 你晓得汉线都只有脚底有 人类在开始要去hunting这个大的动物的时候 他的汉线 身上的毛髮变成汉线 所以这两个是皮乌演化上最基本的 那当然现代的人类 后来就引化出做漂亮的衣服给女的 或者是男的去做盔甲 那现在又开始做这种智慧型的 可以穿戴的衣服 这个是另外一个level 如果是人类的皮表表现是这个样子 另外提说也有一个年轻的叫Kathleen Rue 她事实上这个汉线的细胞 published在Science 他是first author 他最近也到New York University的 Plastics Surgery 里去做发个题 我是在讲说年轻的学生不要害怕 还是可以出来追求 现在的数目还是都有 但是比较少一些是有 但是我是听说有的就比较担心 但是其实做科学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也很感谢科技部教育部有支持 像梁亚生第一次出来 也是教育部先支持两年 后来我们在做的好的 我们在接棒 所以我实验室也是靠很多 我们这个华人各种各样的 有的台湾来的 美国长大的 中国来的都有 大家一起做很多贡献 最后我还是要acknowledge一下 我的funding主要是美国的NIH 那个PU的institute 然后事实上台湾科技部 教育部千里马农门计划 他们这边陈嘉元组长 还有以前张阳展组长 都做非常好的牵线工作 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合作 我们跟中国医药也有 比较多的合作 另外有一个叫 Human Frontier Science Program 他事实上也是支持很好的Postdoc Fellow 我已经收过一个日本的 收过一个中国的 其实要是台湾的 你要是成绩很好 你也可以申请这个 另外我也要感谢几个collaborator 有几个长期的 其实我collaborator很多 但是比较长期的 牛津大学那个Dr. Mine 大家可能看过我一些文章 都有他们做model 真的是我一些数学工作做出来的 跟他们谈数学model 好像讲完了以后都变得比较聪明一点 我想大家也是可以考虑这种approach UC Urban Lander先生我刚刚提过了 聂青也是数学家 我们也都跟他们这种合作 看你怎么想法 大家做一些比较好的model 我最近跟Leaf Anderson 也做比较好的多的研究 因为他有很多鸟类的遗传的怪鸟 遗传的基因他会找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找他怎么做这些事情 老门涛我刚刚提了 所以跟台湾 我是尽量各处有合作 中国医药就主要是以干细胞为主 陈大主要是以伤口为主 所以刚刚提到的伤口的工作 很多是跟陈大合作 台大就是刚刚做Morphogenesis 像林颂兰医师 然后中芯大学 我们就是成立 就是说有一个鸟园在那里 我听他们说生根计划 也有帮助他们成立 做这些工作 这个鸳鸯其实就养在唐老师那一边 也是wonderful的题目 他这个鸳鸯 供的不是一年到头都是漂亮的 他冬天的时候漂亮 夏天的时候他就长得像母的一样 然后到了冬天他又变回漂亮 所以他这样在转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找他的干细胞 是怎么样受到调控 所以这个都很有意思 那另外北一国防 也还有龙总都有送人到我那边去 所以我这个也谢谢各位的合作支持 现在美国COVID有比较安静的 这个是USC的校总区 这个是我们那边的干细胞研究所 这个是我们病理科 那我们那边现在undergraduate master PhD Postor 还有很多J1的fellow 我们也都有 现在大家有开始在启动 比较exciting 他今年的毕业典礼 就说已经可以 校长刚刚昨天才宣布 说得到这个加州政府准许 可以有毕业典礼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虽然这几年美国比较有一些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又觉得 好像欣欣向荣 一个新的阶段又要开始 好 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嗨 谢谢中院士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我们现在紧接邀请王教授 进行这个演讲 谢谢 OK 好 那我们谢谢主持人陈家元陈老师 然后跟钟正明 中院士 那接下来就是由我陈大王浩文来跟大家讲 怎么从这个 精彤救援 然后我们可以link到这个 跟中院士在合作做这个 这个皮毛之道 好 那我就可能前面会稍微快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精彤救援的同时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OK 好 就是我们很快的进入一下 精彤的割浅 什么叫做割浅 那基本上就是它 在海岸边你可以看得到 它应该在悠游的在大海里面游 那它可能很多原因 好 生病 好 有外伤 好 甚至像我这边特别列出来 被掠食者追赶 我们看到一些实际的案例 跟国外实际游客拍到 比如说比较年幼的精彤 被这个大型的精彤 甚至杀鱼 甚至是 可能你想象不到这个什么海豹 在这个 追来追去 然后它就是东东上岸了 回不去了 然后或者是说 某些原因它虚弱 甚至 生老病死跑不到年老 还有其他原因 而上岸 那上岸基本上 精彤没事不会割浅 割浅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成大 精彤中心 我们大概目标就是 协助这个国家 活的 想办法把它救 把它救了正常 然后 希望它有一天能够回去 那如果死掉的话 我们也希望 从解剖的所有的这个证据里面看到 去找到它为什么 那这边当然是 稍微差一个 一个议题 大家都认为 精彤割浅 然后很多死掉都有垃圾 对不对 房间记者都这样讲 所以我很有耐心的 这好几年 一直跟记者慢慢的讲 是的 我们解剖的时候 有时候 大概会遇到垃圾 比例多少 我手上好几百次 大概是6% 那台大杨伟辰老师的 数据大概是10% 所以平均大概8% 所以有些坊间的业者一直在宣传说每一只都有 这不是事实 但是我们绝对承认海里面不应该有垃圾 对不对 好那请容我继续下去 好下一张谢谢 好那为什么我要秀这张图给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台湾 从科技部的这个海洋学们所download下来的这个图形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是代表深度 大家都知道台湾东海岸是比较深的 然后西海岸台湾海峡是比较浅的 所以说因应不同地形 其实不同的鱼类 它会栖息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为什么 因为鲸豚是吃鱼的 OK 大部分的鲸豚都是吃鱼的 当然你可以看到最大的蓝鲸 可能是吃这个小型鱼类跟这个零虾等等 OK 那所以说因为栖息地的不一样 OK 比如说在这边台湾的西南角 台湾东海岸 比较深 所以说有些比较深海型的鲸豚 他们会在这边因为季节 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 往北走 因为整个北半球开始暖起来了 那如果说它跑到这边来 跑到浅的地方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造成它的困扰 造成我们在救援的时候 其实很shock 我们去年遇到了好几只 其实我们在那么多年来认为 它不应该出现在西南岸的 那有很多可能 比如说刚刚的原因里面 有可能 比如说它跑到浅的地方了 没有鱼吃 对不对 它的食尔是不够的 那它遇到整个是河流冲出来的地方 淡水跟鲜水交叉口 环境维生物的菌相不太一样 它的免疫系统以前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有引发的 有各种可能 所以我们很难用一句话说 为什么它会割浅 OK 我可以做了 还请帮我做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大概 金盘我就跟它很简单 叫什么叫割浅 割浅我们会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上面的两个是活体的割浅 下面的是死亡割浅 那活体割浅 我们基本上因为处理方式 我们会分成两种 一个看是不是单一支的 单独割浅 另外一个叫做集体割浅 这边故意跟大家讲什么叫集体的定义 大于一是不是就集体 基本上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case例外 就是如果说你很明显的是这一支是很幼体 旁边跟了一支妈妈 可能是小宝宝 年轻的他身体不好 而割浅 妈妈必须会陪着他 一定会陪着他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影子 只有这种例外 OK 所以死亡割浅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会比较早讲 比较少死亡割浅 这个是去年1月25号在台东 如果大家记得 南京 台湾几乎数百年来 记录将近100年来 第一支南京的割浅 我们接到通告之后 我立刻就启动所有的救援 我们把台湾承大 然后开始组成各界的人力 然后开始做解剖 三天把它解剖完 现在骨头还是在那边杀脑筋 要怎么办 好 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火体割浅 这个大概是大家可以从 这几张照片是海巡弟兄拍的 这个就是可能 如果有火体割浅 大家看到实际的状况 比如说他在这边 他是震升还是测身 这个是震升还是测身 这同一支 这是震升还是测身 2019年在屏东车厂海口的一支 注入魔相亲 OK 这是震升还是测身 你可以看到 他可能游了回去 可能游不回去 那有些人很热心 然后就把他打几根三五层群 然后把他抬回去 那我刚刚前面讲到 他没事不会割钱 那一定有原因 如果你推回去有可能 很少 可能1% 1% 他真的是因为被追逐 卡到这边回不去了 可是基本上你如果把他推回去 有可能他还是没有把他抬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大家都说要小心 要保湿 脱水 我们来看到该怎么办 这个是 这是实际的例子 这海巡弟兄 然后他基本上拿这个斯坦子去盖 可是问题海浪一直在冲 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会稍微把他远离 这是非常教科书典型的 这我们感谢在屏东那边有一个 算我们前阵 前兴华 其实他也第一时间到现场 然后我们共同用电话 然后知道这个海巡弟兄搭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没有卖的喷水器 然后需要保湿 因为他的皮肤非常非常容易 因为干燥 因为太阳晒 整个就鼓塞伤了 所以大家看到上面这句话 金屯哥前来怎么办 就是打118 OK 海巡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共同 我们非常感谢海巡的通报系统 海巡通报之后 以现在中央主管集班 已经是这个海委会 海巡组织底下的一个组 另外这个海洋保育方面是海保署 然后我们就会启动整个救援的过程 我们有成立 海龟有一个搁浅的LINE群组 好 金屯有一个LINE群组 像譬如说我手机一直摆在身边 OK 因为我随时要stand by 这个其实很有压力的事情 那一接通道 我们就会跟海巡 他们第一现场说 该怎么处理 那现在海报署也有海报救援网的一些 一些住当地的人 然后去帮忙处理 然后我们赶快到现场去协助 好 几个 这个就很快啦 这个大概在如果救援 我们都会讲 第一个如何判定死活 这个东西大概就是 藉由一些影像 然后我们来协助判定 然后我们也同时先出发 你先看他有没有呼吸 好 眼睛有没有反应 他有没有动 常常人家说 哦 一直活了 一直活了 尾巴一直在摆动 那是因为海浪一直在动他 其实他已经死掉了 他呼吸在哪里 我们鼻孔在这边 他鼻孔在哪里 OK 他的呼吸筒在额顶的前 上面 这是非常非常有力的 基本上 当然我们就会三要四步 要把他扶正 要保持 要激入呼吸 激入呼吸很重要 我们常要呼吸 我们呼吸急促怎么样 鸡臀我们是五分钟的一个单位 就是你预备 开始然后五分钟 然后看他几下 大部分的鸡臀的平均 大概是个位数 或者大概十下左右 五下到十下左右 如果十几二十 甚至有时候撤到一两百 那非常严重 OK 因为那即时回报 看要准备哪些事情 然后不要让他风吹日晒 我讲过他的皮肤很脆弱 很容易就晒伤 然后不要站在精神的头部尾部 为什么 因为他尾巴打的力量 如果真的打到你 不遮脱臼甚至休克 都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要在旁边喧哗 也不要那边拉扯 尤其是不要拉尾巴拉 拉这个 好 那我们进入救援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救援站 这个是我们在台南四朝的一个 救援基地 这个感谢市政府跟当初 林务局的一种 这一个很大的帐篷 好 所以说当通报 我们会 趕快拍车 然后用一个水箱 把它吊回来之后 吊进来 吊进来里面 可能看到两个池子 这个是入口的池子 这里 好 这是入口池子 这是后面一个池子 前面池子比较小 直径6公尺 深度大概1米左右 后面的比较大 后面 这个我这张帐篷里面 往外面拍 后面的池子是 直径12公尺 也就是说当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 要开始复健 要让他很大的地方开始油 让他肌肉整个生理 然后恢复正常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小池子的 有时候他因为很严重 他自己不能漂浮 几乎是人带了他 志工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对不起 我还没看错了 然后这个是 我们移到大支 这看到 然后我跟一个志工 不再喂鱼 有时候很艰苦 像这几年台湾或许比较幸运 或许也是很幸运 到了两年人 台风 有台风就有雨有水 没台风没雨没水 可是有台风 你看我们那边 熟起来就完蛋了 所以最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里面爆了金鱼 然后外面这个 OK 还是难掉 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把任务完成 那这个地方是很快的转一下 给大家知道大事件 台湾什么时候开始 所有金鱼都变保育类 是1995年 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之后 它起源是因为1990年4月22号 在澎湖沙港 OK 然后有那个集体 然后把金鱼改到岸上 开始屠杀的这个 然后刚好美国的保育人士 人刚好在澎湖 休假 度假 那个时候也没有Internet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用video拍下来 马上寄到国外 然后马上传播开来 所以那时候国家 受到很大的压力 当然 那个是很多习俗 但是台湾我们有面对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慢慢就变保育类 像就宰杀什么任何金鱼骚扰 都是违法的 这里没有时间去讲那么细 但是基本上我们大概 1993年的时候 我们生命科学其实前程是生物系 那时候我在生物系读书 那时候我大二还大三 然后台南市政府那边 有一支死亡歌前的 我还记得一支很大批鼻鼻海豚 然后我的老师王建敏老师 也是创立精神中心的老师 OK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退休五年了 然后那时候就把他带回来 我们第一次做了解剖 然后那时候当然很shark 非常新鲜 我到现在还记得整个触感 整个过程 然后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成大 王建敏老师 那时候我们因为已经要出国读书了 然后王建敏老师那时候就带着很多志工 然后就开始做第一次的火体救援 大家看到一直救到2010年才第一次救火 然后那一次大概在他的背棋上面打了一个卫星通报器 然后就知道 我怕很夸当的游到处来游去 真的很快 然后范围很广 然后一直到2019年号 从原来大家看到林雾局 因为林雾局你说管森林的怎么管 不是 他是蛮保育的 OK 台湾有保育的专责单位很晚才行 所以在2019年4月28号海委会成立之后 所有海里面的保育类 海里面 不是水里面 因为淡水里面 海里面的保育类都是属于这个 海委会底下的海保署 所以整个作业移交 所以我们现在对口单位 然后金类知识单位大概是海保署 那以到去年年底为例 我这边大概特别讲 我们6月20号也放了一只小虎金 是我们大概 因为其实我们也放了将近10只 可是有野放后来就又搁钱死掉了 所以那时候就不太感烈到那个 这个成功的案例 事实上也是大家很辛苦的一些事情 好 第一个是57天小虎金 然后马上在10月就接到另外一个案子 然后就了将近3个月 然后一直花我们海盆 就叫瑞士海盆 然后第9只 然后大家非常非常的同步一起做这件事 那我们光看一下光我们成大竞争中心 我们所负责 我们大概是负责台中引南跟那个花莲引南 整个台湾南部的一个区域的 那北部大概就是跟这个 让中华竞争协会他们全容 那外岛其实就是外岛的县市政府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数据你去乘以3左右 乘以2点多到3 大概就是该年全国 因为我们大概我们处理1% 然后中华军人协会处理1% 然后外岛 澎湖跟金门马祖 因为整个海流的关系 其实很多死亡就会飘了很多隔浅 所以数量不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近15年来 或许有上升的趋势 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科学数据 我们只能用这个现象 因为我不是这个民间团体 我是科学家 我必须要用证据来跟大家讲 所以目前我们看起来是 这两年 跟以前的平均数目比起来 实在是比较辛苦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pick 一个这个是割浅的通报的次数 那上面这个是知数 为什么次数跟支数不fit 刚前面讲过集体搁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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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集体搁浅的 好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去年所做的一个统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工救援的44期 55支 然后总共包括14种 里面包括了6支活体 然后49支死亡个体 然后我们救的比较长的就是3支 其中有2支野放 然后另外还有支持原地 在台南将军那边 然后早上6点 然后海巡就打给我 然后是视讯 然后看你们看 然后检视一下 非常饱满 然后身体完全没有伤口 然后请他稍微在前海区等一下 然后就轮轮轮流出去 非常的快速 而且有所正常的换气 那个叫原地试毁 所以说2020年我们三个救援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4月25号开始 然后将近两个月 然后7月19号有一支 将近三个礼拜 可是这一支 就是我们 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照片跟那个影片 然后调文海图 非常漂亮的海图 就是他不应该搁浅 然后跟10月3号在高雄 然后我们一直救到 然后将近Christmas过后 然后移放 大家可以算一下 我们参与的志工的人次 去年就5000人次 我非常非常感谢所有志工的投入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我们救援的一些 这个讲过小母亲的照片 这个是已经在大直 他在那边 我们要喂他吃鱼 喂他吃鱼 然后这里值得一提是去年 其实我们大概在这几年跟兽医界 然后跟仁医界 一般医生去讨论 因为大部分搁浅都会呛水 那呛水事实上 肺部会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用药 感染的用药 尤其是感染的用药方面 其实有时候 无法及时到达肺部 所以那时候 我们去年就 跟兽医师讨论 我们就把一些国外 甚至国内的一些 这个长久的这个 这个 全英雅的这个 海洋公园 他们其实有在用的一些 什么东西 气物治疗 大家有做过气物治疗吗 把化 那个 那个药啊 药水 然后用那个 超音波把震荡成分子 巡浮在空中 吸进去 到达幻部 真的非常有效 可是志工 更辛苦了 因为我们光治疗这一个疗程 大概 快的话40分钟 慢的话 可以到两个小时 一定要治疗 所以几乎你就是跟他那边好 所以其实志工 就 陪伴了大家 我们一路的一起 共同走过来 然后去 然后到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野放 这个是野放工作 好 感谢海军 海军的船 然后这个是野放 然后这个是 下来的瞬间 OK 然后这里有我们的 水下摄影师在那边做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是 播一下这个野放 那瞬间的一些 谢谢 哦 那个好美 有没有浮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水下 这可能要帮我按一下 因为这个我都试过 你按一下 这个水下摄影师 它非常非常非常厉害 它抓得到那瞬间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 7月19号 我们所 调湾海军 就在这个台南 我们又在旁边的海边 然后 所以大家马上集合 然后要防晒 刚好我车上有个这个 大雨伞 我就赶快请海巡 把它弄过来防晒 保湿 然后 脱吊车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脱吊车来了 好 所以我们上单架步 然后 用人力走过来 然后一直到这边 提防这边上来之后 然后 我们再过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它在 这个在放之前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是非常漂亮的 调湾海军 它基本上是大阳性海军 它就是很蠢 它是直车那种 它不是那种很灵巧的那种 所以它不知道为什么 跑到西岸这边来 然后它非常的瘦弱 本来我们想说 如果有机会 让它直接 后来当场一看 真的不行 然后它呛水 呛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 基本上那时候 由于它是比较 不会在小时子转弯 所以我们知道 一开始就进大 这种比较是另外的状况 然后我们基本上 只能用它的生存的 这个没有 求生的意志 去带它 所以用食物 一般精神 跟大家讲 它不吃死的 它在野外 从小的时候不能吃死的 为什么 炒生啊 壞掉啊 种这个寿命 所以我们在救援 一开始进场之后 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慢慢让它知道 死的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们移过的 必须非常非常新鲜 好 大家可以看到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 志工一致排他的方便 但它游得非常的摇摇晃晃 它非常没有勉强 可是它为了要吃鱼 然后它也会往前动 以后 注意看后面的一个动作 有一个鱼在底下 它有吃 把我们人去接 为什么 因为它会浮起来 它体力真的太弱了 它脂肪真的太薄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带着它 但是不让它动 它肺部有时候 有没有我们 不是要说要咳痰吗 它大呼吸之后 它就会 把一些痰痰弄 必须要放它 因为你可能抱着它拍动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它 求生的本能 让它活过 如果一直在那边 担架部掉着 压着肺部 它其实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 所以要如果拿捏这个状况 不过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 10月3号的在西子湾 两只花旺海豚的搁浅 一只当然更瘦弱 进来一个小时后走掉 然后另外 另外这一只 也是用吊挂的方式 然后运回水池 然后感觉很像卸货 因为我们趁机 趁了一下重 好 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 套Q四角 套Q要买到很新鲜的 真的很困难 我感谢鱼味的帮忙 它这种还蛮瘦弱的 比油不快 你们还有顺方向 等它会油的时候 我们这样拉 因为想要让它多运动 它不理你 你在那边带一带 它吃不到 它就游走 它不理你 精神非常非常聪明 每一只个性也都不一样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救了将近三个月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是不是收垃圾 痒到这边怎么样 整个身体恢复了 然后会在水里面乱跳 在水里面照浪 如果待会时间够 我们再放一 应该今天时间不够 待会会给QR Code 我们进去 好 那死亡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处理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我就稍微后面走不快 死亡的时候基本上 接到通报大家可以看到 海军人员都会帮忙拉封锁线 这不是它拉不好 就是海边风真的很大 有时候大到我们人都走不了 然后我们还是跟海巡 硬走过去硬扛飞来 好 然后海巡会拍照 像你们看死的很透彻了 蛇都肿起来了 皮肤都脱落了 好 然后 我到的时候 因为就在坎丁那边 我开过去也要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再统一大家 齐心精力 然后走海岸这样子 包过来然后上车 然后最后 我们还是会留言一下 好 那讲了那么多救援 那怎么回到皮毛之道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像新鲜死亡的 我们一直觉得说 啊 那么珍贵的 保育类的 Sample OK 这些样本 我们能够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 我本身是做普通肌肉的 OK 然后当然在每次切的时候 也有皮肤 我们以前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时候 我们 LAB 我们整个实验室 另外一个team 就是做皮肤 所以我对皮肤有点点的了解 所以我就知道 把皮肤油系统的切下来 好 然后做适当的保存 做实拉包 买做切片去看 那当然事情就是那么巧 大概几年前 中文明中院士 然后透过他的学生 在陈大这边 然后那个学生 虽然我学弟贝啊 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 聊天聊到 他说中院士 想说问你一下 这边你有没有办法 有这个金屯的皮肤 然后我一直在收集 所以基本上 整个研究就这样子开始了 好 那你大概可以看到 金屯 什么叫金屯 好 最大味道 Cetacean 我们叫金屯 是金鱼 海豚 那一般学生会分成三种 第一个Dolphin 我们中文翻译叫海豚 第二个Wale 我们翻译叫做金鱼 基本上就是大跟小 但是待会跟你讲 就觉得好像没有这样 分裂学 第三个Progress 什么东西 属海豚 就是比较更小型的 脸更短的 牙齿形状不太一样 最大的海豚多大 杀人精 就是最大的海豚 10.5公尺 最小的金鱼 多小 刚刚前面讲 朱鲁膜香精 2.7公尺整体 所以那是分裂学的问题 所以简身金屯就OK了 基本上金屯你可以看到 这只是有一只新鲜死亡的 浮世海豚的行销 你可以看到 它表面很光滑 刚刚钟老师中院士所提到的毛 好像没有毛 去做切片 刚刚说有些线体和线 好像没有线 其实金鱼并不是没有毛 金屯并不是没有毛 它在胚胎时期 OK 在它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它在嘴唇边缘有几根 在虚筋内 好像刚刚讲的蓝筋 它也在嘴唇边缘 到层体才会赢 然后在齿筋内这些 等它慢慢长大 就慢慢不见了 就那几根就不见了 OK 所以说它就是我们在 研究皮肤的另外一个思考 它为什么会特化成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从非常经典的一本书里面 所弄出来的 在2012年金鲁皮肤 基本上它的结论 所以我大概会认为说 它的表皮 刚刚我们知道表皮跟真皮层 其实它真皮层下面有很厚的筋脂 筋脂从2公分厚 一直到有些3、40 甚至像那种公头筋 60公分厚 那个是除了 你知道在那种极定 可以隔温嘛 保暖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东西 能量来源 OK 所以当它没得吃的时候 大量迁移的时候 距离迁移的时候 不会一直在那边吃东西 它就靠烧纸 但是小青筋脑大概比较没那么耐 所以小青筋脑几天一定要吃些东西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皮肤的表层 好像跟人类有点不太一样 OK 所以我们就收集了很多文献 去做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2006年人家认为金屯的皮肤 上面是这样子 上面真皮 表移层 这边是Dermis 这个真皮层的部分 这个是下皮层的部分 还有Hyperdermis的部分 走快一点 你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表面光滑的 它这边衔接的部分 是很多像手指头 这个Digitalized Digitalized 衔接的部分 然后它有很长的 Papilla Dermopapilla的部分 好 然后 但这边我们会比较 清楚的层数 它的 基本上它的厚度 基本上有厚有薄 是看不同的 好 这是文献收集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边是平地海豚 大家比较常看到 这是白金 本鲁港 白金 这个是蓝金 Blue Whale 这个是热带斑海豚 然后这个是在 Dirawadi 这个是在 东南亚的河里面的 有一些比较水型的一些浆土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自己切的 一些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 乌根跟钟老师 还是在做研究 所以大概只能 很粗误的结果 给大家看 可以看到 这个是 哥浅的 饼堂金 有没有 它的那个表皮 整个那个底下的 Pattern 相似又不太一样 那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学生物出身的 其实我是觉得 天哪 好美妙 中院士也觉得 好美妙 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 那另外一个东西 中院士在最后再说 讲到这个 干细胞 再生医学的部分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在这个 TOP的结尾来看一下 这是实际 我们去年也放的 小骨金 怎么会那么暗 不知道 它从4月25号隔检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左胸臂后面 就这边 有一个 达摩沙咬的伤口 什么叫达摩沙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中文叫达摩沙 英文叫 Cooking Cutter Shock 就是咬起来 是像一个 小饼干 它的伤口大概就是一个 饼干大象 因为那个鲨鱼 常常的 然后嘴巴就弄它 一扭它是整片皮肤 整个拉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在救援池 在野放前 我们有持续记录 4月28号是这样子 Elsangco烂烂的接脚 5月10号 不到两个礼拜 已经开始整个愈合了 5月21号 是长这个样子 6月6号 我们是6月20号野放的 6月6号是这样子 后面就照不到 因为根本抓不住它 小骨金 跟那个狼一样 会来咬你屁股的 那很小心 我们下去 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皮肤的愈合 也是一件很 值得我们去探考的事情 它的愈合 是不是有 我们人类这边 有办法去从它的机制上面 去效仿 然后去做生殖以后 到灵团研究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事实上就回归到 我们整个题目的正题 我们在金屯救援的同时 我本身是科学家 那我刚刚基本上希望 那么珍贵的样本 可以提供给所有 大家更多的一些科学的贡献 那当然 那最后一张 实在要感谢 我们研究 我们成达精神中心 跟生理科学系 然后成达医学院 还有这刚刚钟老师 所说的这个 上口愈合中心 这是钟老师 这是上口愈合中心 然后医学院的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Michael 他也是海洋生物专家 然后在funding的部分 我们谢谢海洋保育署 然后跟 当然这几年 跨年还是有零物局的支持 那由于时间有限 我大概就放不了另外一个 如果大家有意思 左边是我们 金屯中心的QR Code 右边是一个 海保育署 在我们去年年底 也放手拍的一个 你直接去掃 他一个8分钟的影片 好 那个苏怀老爷他拍的 我很喜欢他的Style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声音哑哑 听到 因为那是刚从海 野放回来了 其实我那天 设计很不舒服 对 因为我们大家已经累到一个极致了 在船上吐 吐完之后继续 继续往上走 所以那个喉咙整个被那个胃酸 好 那今天超过时间一点点 好 那我就把我的部分 都到这边好不好 今天交给你们做下 谢谢